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尽管最新公布零售销售报告不佳 纳斯达克电脑故障 交易暂时中断 都没有影响到投资人 多投气势强劲 美股周二齐阳 道琼收红0.72% 欧股周三开高走高 截至北京下午四点钟 英德法三大指数上扬 而英国股市的涨幅最大有0.73% 亚太股市则是表现不足 日经指数周三大幅回升 涨幅0.94% 韩股涨幅0.38% 而香港股市也是收涨2% 截至北京下午四点钟 新股海峡印度股市上扬 马来西亚股市则是翻黑 大陆股市今天出现了反弹走势 互升两市走扬 上涨指数涨幅1.48% 深圳A股涨幅1.55% 4G评断竞标结果出炉 概念股强涨带动量能回温 台股在今天上涨44.08点 收在8465.06点 美国联转会为期两天的 10月例会周二登场 不过刚出炉的一票经济指标 却不赏脸 9月零售额比8月减少0.1% 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创下近四年来最低 10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也大跌到六个月的新低 相关经济指标疲软 强化市场对FED将拉长 维持量化宽松政策期间的预期 美国在最近因为监控全球 而闹得沸沸扬扬之际 自己却遭遇历迭来 最严重的骇客攻击 28岁的一名英国骇客勒夫 涉嫌害禁美军国防部 美国航太总署电脑系统 盗走了大量足以搞垮 美国的机密资料 造成数百万美金的损失 而他已经在英国被捕 美国打算将他引渡受审 可被小看照片里这个戴着帽子的年轻小伙子 他可是涉嫌对美国政府网路发动 历来最大骇客攻击的 英国骇客勒夫 今年28岁的勒夫 涉嫌与两名澳洲与一名瑞典共犯 从去年10月到今年7月 多次入侵美国政府系统 除了盗走包括了美军个资 国防预算等机密文件 也偷值后门城市 以便日后再度入侵 他自称掌握很多NASA机密 可以轻易的骇进去篡赶 目前勒夫已经遭到逮捕 美国打算将他引渡受审 美国遭遇严重骇客攻击同时 监控风波却持续延伤 总统欧巴马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时 拒绝回答假释新问题 只承认监控需要更多的约束 监听事件重创美欧外交 德国明镜周刊还进一步 披露机密文件 显示美国情报机构 利用了驻外使馆设立通信站 进行监听 设点骗起了全球80多个城市 台北也在名单上 根据澳洲媒体报道指出 美国情报局委托 澳洲政府负责监听亚太地区 所有资料与美国中情局共享 欧亚多国一举一动 都在美国的掌控当中 记者五家新报道 印度央行周二升息一码 从7.5%调升到7.75% 为连续第二个月的升息 尽管印度2012到2013 财政年度经济成长5% 是10年来最低 不过央行依旧升息打击通膨 印银总裁拉加恩指出 货币政策的立场和措施 是抑制持续攀高的通膨压力 专家认为 虽然升息不利于经济成长 但是却也符合市场预期 澳洲央行总裁史蒂文斯 周二在出席一场金融会议的时候 宣称澳元汇价高估 未来可能随着商品价格下跌 而跟着走扁 史蒂文斯表示 澳元目前的汇率 其实没有澳洲相关成本 与生产力的支撑 而且从贸易条件未来看跌 而不是看涨的情况之下 那么此话一出 澳元从0.9575美元的价位击扁 盘中最低来到0.9487美元的价位 重贬百分之0.9 日本政府周二公布了多项经济指标数据 再传安倍经济学捷报 9月家庭支出创下半年来的最大增幅 9月失业率也比8月份下滑 国际货币基金也为安倍的经济政策按赞 日本9月整体零售额比去年同期成长3.1% 已经是连续两个月的成长 这归功于奢侈品食品以及汽车的销售额扩增 苹果公司最近老是被畅衰 越来越没创意 最近5S的销售量虽然还不错 但是高毛利率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第四季利润下滑 大家不禁要问 苹果的下一步跟未来到底在哪里 德国的银行分析师公开建议苹果 应该买下美国电动汽车大厂特斯拉 研发i-car 这可能成为苹果下一个杀手级的产品 有人说苹果想找回创意得靠这把钥匙 何不买下Tesla 打造苹果下个革命性产品i-car 这是投资界给库克的最新建言 把电动车结合行动装置 i-car的构想来自德国贝伦堡银行分析师阿末 近来他写给库克一封公开信 建议苹果收购Tesla跨足电动汽车页 才能克服iPhone营收成长趋缓的窘况 idea很实际 因为苹果眼前正有这个难关要过 28号美股收盘后 苹果公布了财报 第四季净利75亿美元 衰退8.5% 尽管数字优于华尔街预期 但获利逐年下滑是不争事实 冲击苹果盘后股价下跌 科技界财经界看法一致 除非苹果进入一个全新市场 否则难以维持高毛利优势 而谁拥有媲美贾伯斯的产品创造力 来替苹果打造新蓝海市场推崇这一位鬼才 莫斯克特斯拉执行长兼产品设计师 打造了一个原本没人看好的电动车奇迹 今年上半年美国电动车销量超越油电车 特斯拉今年股价上涨400% 有品牌做后盾的苹果想重新找回产品动能 或许欠切的只是一纸合作关系 让莫斯克出界脑子里源源不足的创意 这会手机和平板电脑卖得好不好 恐怕最关键的就在于荧幕面板技术了 大家要比解析度比亮度还要比饱和度 目前韩国三星掌握OLED面板 特色就是画面鲜艳漂亮 不过台湾现在有一种新技术 要让LCD荧幕色彩饱和度 可以和OLED有的拼 被台湾厂商业者视为抗寒武器 面板就像是3C产品的五官 越漂亮颜色越鲜艳人们越喜欢 像我手上这两只麦克风 不同面板拍起来 显示效果者是差很大 两台同款一经平板电脑 麦克风红色跟蓝色看起来就是不一样 关键就在于其中一台面板 多加了量子增强薄墨 提升LCD色彩饱和度 来做个简单的小实验 看得更清楚 一模样的两颗红苹果 我们把它放上来 透过不同的背光技术 可以看到这边红的更红 绿的更绿 一样的苹果换个显示方式 变得更红更亮 这种技术让LCD产现 不用更改制程 运用量子增强膜 画面就可以更漂亮 台湾手机和面板大厂 把这视为对抗韩国OLED的秘密武器 我们用TFT的技术 就能达到同样的色彩饱和度 所以我们成为这支产品 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抗衡韩国的这个产品 智慧手机面板 两大主流技术 各有拥护者 iPhone主打高解析度 TFT LCD 三星钻研AMOLED 画面更鲜艳 带动韩系大厂 OLED显示技术领先全球 不过现在一经LCD 色彩饱和度 也有机会追过韩国AMOLED 面板业掀起矛盾大对决 不过韩系AMOLED 也不是省油的灯 包括三星和LG 最新都推出圆弧形面板 曲面萤幕智慧手机 抢先全球上市 面板技术进入新一轮 军备竞赛 记者唐一辰 林杰台北前方报道 历经了40天 393回合竞标 台湾的NCC在今天宣布 台湾4G竞标结束 国库进账1186.5亿 据了解 中华电信拿到最多频宽 最热门的C5区块 也是中华电信标道 远传台湾大哥大各飙到了30MHz频宽 而郭台铭的国机则是飙到了20MHz 好 再来看的是速食业 在大陆整个市场产值至少有1740亿美元 过去十年来的市场龙头 始终都是来自于美国的麦当劳肯德基 而这两大连锁店似乎正在慢慢的示威 肯德基因为大陆央视指控使用速成机 业绩受挫 而麦当劳在大陆的业绩也呈现负成长 专家认为问题就出在汉堡薯条 就是不对大陆人的胃口 您没有看错 全球速食业龙头麦当劳 在大陆市场不止卖饭 甚至卖起油条 就是要打破大陆人认定 麦当劳不够本土的刻板印象 过去十年来 卖炸鸡一支独秀的肯德基 因为大陆央视指控使用速成机 业绩一系暴跌13% 再加上汉堡薯条 不对大陆人的胃 西方速食店人气开始视为 中式速食餐厅反而更受欢迎 面对专卖饭的快餐店 还有连锁火锅店 趁势崛起 西方速食店想要在大陆 重新杀出一条血路 改走高价路线 反而更受消费者青睐 就连美国常见的平价披萨店 在大陆的店装潢 改走精致路线 定价比美国本土更贵 确定大陆人心中 一分钱一分货的心理 反而在竞争激烈的大陆速食市场上 杀出重围 获得成功 记者综合报道 正当市场认为货币政策持续的偏紧 对资金产生恐慌情绪之际 大陆人民银行在29号重启七天齐逆回购 操作量是130亿元人民币 分析师认为 人民银行坚持不放松态度 应该是希望控制广义货币的增速 意味在对市场放水的同时 释放出强烈的讯号 货币投放稳中偏紧 这样的基调并不会改变 强调大幅改革的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 确定11月9号到12号 在北京召开 会议前夕盛传一胎化政策 将调整为单独二胎政策 也就是说 那么夫妻两个人 其中一个如果是独生子 或独生女的话 那么可以生第二胎 市场看好未来 因同市场相关肋股应声大涨 2011年大陆婴幼儿市场规模 是一兆元人民币 估计2015年是两兆 到2020年高达三兆 广告回来的财经旺焦点 来看看门槛低 机动性高 行动店铺胖卡车 现在是台湾许多年轻人 创业的新选择 究竟商机多大呢 稍后告诉我们 马上回来 欢迎你回到 亚洲最前线的 今日我最赚这个单元 最近在台湾出现了很多 可爱的行动餐车 俗称为胖卡餐车 由于创业门槛低 时间又有弹性 所以很多年轻人呢 就选择用这样的途径来创业 因为营业额据说最好的时候 可以到10万 甚至到20万元左右 那么一年呢 还能可以创造出 至少7亿元的商机 我们先带您看这则报道 各种不同可爱造型的活动餐车 成为外拍model的新场景 不管胖卡卖的是花生冰淇淋 还是卖咖啡 都一样非常吸睛 这边的造型就有很多颜色 很缤纷 所以刚才拍出来就会很棒 很难得能看到这么多台 真的哦 对 而且他们都好像有造型过 有设计过 蛮有创意啦 因为我本身 我从南部来 屏东特地来这里参观的 没错 在路上或是文创园区 这些俗称胖卡的餐车 爬爬造 设点经营 积极转型 开收剧 送业食材 就希望打破路边摊的刻板印象 也成了年轻人创业的抢手货 就是把它变得很可爱 然后也许是贴上睫毛 也许是贴上彩钻 然后我们做一些Q化的工作 货车变成超可爱的胖卡 告诉大家 这里就是它的秘密基地 可以看到各种不一样颜色的胖卡 从板筋烤漆还有贴钻 全部都在这里完成 而且还花上一个月的时间 在08年出现了第一辆胖卡餐车 老板说一开始 修车厂的老师傅很难接受 觉得要帮车子大灯贴架 睫毛花爱心 但这些小巧思反而变成了特色 而胖卡餐车能够省租金 而且加上创业弹性高 就算是油电双涨 受到冲击相对比店面小 甚至现在还有胖卡车协会 市场越来越大 不过车子加上改装 大约要花40到50万元不等 平均一台车越营业额可以达到10到20万元 最快两个月就能谈平成本 目前全台湾有超过200台胖卡车 预估年营业额超过7.2亿以上 胖卡在不景气当中 一军突起也带来了庞大商机 说到台湾 其实现在这个大环境不太好 景气不是那么的理想 所以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就跳出来干脆自己创业 不过一般做生意 想想看你光租个店面 少说就要投入上百万元的资金 门槛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刚才会看到像这样的胖卡 这样的行动餐车 当然它不一定是卖吃的 它也会卖衣服 像这样子的一个胖卡 就在大街小巷穿梭 成了一个创业的新潮流新趋势 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请到了 这个胖卡的业者 魔术小巴的总经理 龚修贤 龚总经理 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龚总你好 大家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主播你好 是我想其实我们刚刚看到 光这一台胖卡 其实它停在这个路边的时候 我们可能还没有 就是闻箱下马 我们可能就已经会先 很好奇的跑去看一看 那这个左顾右盼情况之下 那可能大家 因为一个好奇心的趋势 所以你就让消费者 有机会来接近你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就是说很多人也许 就是冲着一种好奇心 所以他就来看看 甚至呢最后 他就来买你吃的东西了 这个胖卡的市场 当然就说每一年 据说有上亿元的商机 不过我们想我们讲 这个胖卡相对于一般的路边摊 或者是说一般你在开店的这个店家 他到底竞争优势在哪里 不光是只是能够吸金吧 其实他的竞争优势在于说 就是成本 还有他的机动性 是 如果说我们开这个固定式营业 例如说店面 是 竹金啊 房租水电 对 再加上装潢 是 人事管销 那花不少钱了 上百万可能跑不掉 但是你如果用胖卡营业的话 第一个他成本 真的入门的门槛很低 到底要多少钱 呃大概是二三十万 嗯哼 就是他的最基本的入门的门槛 是 好然后 你可能低可能高 差别是在于开你要的车子吗 对 基本上是差别这个车子的年份 跟他改装的幅度 哦是 对 改装的可能越华丽 装潢越多 可能他就越贵 像我们刚刚在这个画面当中看到 那每一台看起来都漂漂亮亮的 对对对 那那些大概多少多少钱啊 可能是三十多万四十万以上 大概是这样子 但是你跟一般的固定式的店面来比的话 他的成本是非常小的 但固定式的店面 他有一个 就是缺点 就是说 我今天没有客人 就是没有客人 哦 是 但是 你如果用胖卡 用卷装残商营业的话 我们是追着客人跑 因为哪里有活动 我们就往哪里去 所以我们是画被动为主动 是 对 你就出去找客人就对了 对 出去找客人 是 那我们看到这个 他的这个移动性很高 而且你刚刚讲的就是说 成本考量 他其实他有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优势 但是呢 除了我们刚刚看到 有好像有在卖这个餐饮 比方说有这个热狗 他比较适合做哪一些吃的东西 其实他比较适合做的就是说 财机比较小的 汉堡热狗 咖啡 例如说薯条 或是减餐 松饼 鸡蛋糕 这些东西 是 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出大餐 因为备用的料要很大 后台要很大 是 财机小 然后就是他这个供应的量 能够小小的 然后很充足的 一直持续的供应的话 这就是最适合的品项 是 所以就是说一些小零嘴 小 轻食类的东西 对 轻食类的东西 轻食类的东西为主 是 可是您刚刚好像有提到 讲到是炸薯条 薯条这种炸物 炸的东西适合吗 油烟不是都比较大 其实你如果要做油炸类的 或烧烤类的 可能车子的改装的方式 比较不一样 他可能说 例如说就是货车版的 他三边都可以掀起来 所以因为他是相对的 非常就是通风 通风 所以变成说你油炸怎么样 都OK的 是 所以他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 那我们刚刚讲 这个适合做哪一种生意 好像多半就是做餐饮 做吃的类别 还适合做哪一些呢 例如说这个美容美甲 然后这个宠物 这个洗澡的 美容的 接送车 我之前还做过 就是某某那个 生命集团 殡葬礼仪集团 可能是再送大体 他觉得这样是非常温馨的 很可爱 用胖卡 用活泼的胖卡 对对对 他觉得说 这样子至少 现场不会那么感伤 对不对 就是希望他 快快乐乐来快快乐乐走 这是我非常 这个深刻的一个例子 是 不过您刚刚讲 像美甲 美甲 那客人要在哪里 没假的 在车子旁边就开始坐起来吗 没有没有不是 其实客人是坐到 车子里面的一个沙发 然后很舒服的把手伸出来 然后这个老板娘 就会在她的前面那边 帮她做服务 是是 所以她其实运用的范围 好像听起来很广泛 很广啊 就是你想要做什么 其实她都可以帮你完成梦想 是 所以其实这个看起来 好像是创意无限 那我们刚刚讲就是说 你弄一台胖卡 你要改装 改装的话 你至少要花二三十万左右 但是我想在这个里面 目前这个全台湾 有多少的这个胖卡 那大家到底都赚不赚呢 是不是听听看 现在目前 协会其实登记有案的 大概是两百到三百台 但是有更多是 在没有在协会里面登录的 会更多 我预估是整个加起来 是上千部了 上千部 对对对 那真的很多耶 真的很多 对对对 但是其实你在路上没有看到很多 你很少遇到吧 不常 不常 对可能因为我们工作的这个区域 靠近科学园区 所以好像感觉这个地方相对比较大一点 好像也比较可能有这个需要的这种上班族嘛 所以他们卖轻食啊 卖吃的好像还有 还有 其实这个之前人家说 可能坐行动餐车你会被违规营业啊开罚单啊 对对对 但是现在你在路上其实很少看到这种车子啊 是 主要他们到哪营业 就是到一些例如说公安公司的活动 主要 其实跑的是活动场 整群都 例如说如果101要放烟火 那我们大家就到101去 黄色小鸭来了 然后我们就大家就到黄色小鸭去 你会看到是群聚式的在那边营业 那不是很像以前我们在看到 其实现在也都还有啊 就是所谓流动摊贩嘛 那叫传统的流动摊贩 传统的流动摊贩 他们都很很厉害的 哪里有什么活动 他们好像都比你早一步知道 然后他们就立刻去那里卡位了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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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这个胖卡也都是这样子 我们的趋势是这样子 对啊 因为我们不希望你在路边单打独斗啦 大家集合起来 对不对 用团结的力量 然后去抢攻活动 那你们怎么知道哪些活动 什么时候有活动 然后都是要靠着你们号召吗 其实我们协会会有一个平台嘛 讯息的平台 然后我们去收集所有的公共公司的活动 或是一些公家机关的活动 诶 讯息全部进来 然后 比如说主播你有一台胖卡 是 那你家住台北 是 你就会想挑离你家最近的活动 是是 那你就上面去挑 诶 我要这一场 那一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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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很方便的 是 那现在的话其实好像 不应该只有活动嘛 因为活动有的时候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对不对 那你总不能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啊 还是要有一个 比较能够在平日的时候 也能够持续赚钱的机会吧 其实平日的营业的场合 也是有相当多了 例如说学校 学校啊 对 我们可以跟学校谈 就是在学校里面营业 其实是有的啦 然后例如说 很多是早餐店 早上营业 中午之后休息了 那是不是店面可以借我营业 对不对 一般早餐店它都OK的 对不对 反正我是多一份收入嘛 那我们多一个地方去营业 那例如说一些停车场 平面式的停车场 它可能是在闹区里面 那如果闹区里面 人多 停车场也很方便 很开阔 对 那个地方也是可以营业的 是 其实平地营业还蛮多的 对那 总经理我们刚好看到 那个拍摄的这个画面 其实它是在平日的时候 去拍摄的 对它是去拍摄的 那那个地方 其实感觉又挺空旷的 所以它是不是平常都有 那又是什么地方呢 其实那个是就这个 松山烟厂 就是文创特区 对不对 它那个平日跟假日 其实都蛮多 这样好像是一个 最近台北还蛮夯的新景点 所以我们永远知道 哪里有客人 尤其周末的时候 人潮那里是很多的 对那里是很多的 对 而且好像听说 现在在这个下班时间 其实那边也蛮多人去的 对 所以那个地方是很赚 是不是 那个地方其实 它的营业 月收入是还不错 日收入就不错了 怎么说 它可能 平日的话 大概一到三万吧 然后如果假日的话 通常都是双倍啦 例如说三万到五万 都有 都有 是是是 哇那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弄了一台胖卡 然后我就开始在 卖轻石来赚钱 我多久可以回本啊 回本啊 这个问题是非常敏感啦 那回本啊 当然跟你的努力成正比 是 对啊 例如说我觉得 哎呦 今天下雨不出门 今天太热不出门 今天太冷不出门 那你回本的速度 就会很慢 那有的呢 有的业者呢 他就是 胖卡业者 他就是 我今天出门 我就是要做一万块 是 做不了一万块 我就不回家 有没有 要有那个坚持 这跟现在开机程车的司机 心生很像 对对对 如果你有这个规划的话 今天出去就一万块 或是至少不要差太多 我就回家 是是是 那你回本的速度 就会相当快 是因人而异 看勤奋而定 可是我们刚刚有讲 就是胖卡 其实他也有风险啊 就是 是不是还是很怕警察 对不对 那警察都会来开单 其实这个以前呢 我们最怕就 路边营业 可能会怕警察来开单 黑到白到还要应付 对不对 现在不用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一个胖卡协会 自主一个协会 所有讯息都在里面 然后都是例如说公安公司 或是政府标案 类似这样的活动 那营业化 我们就一起去 因为那一定是 合法的营业场所 你就不用到路边去 单打独斗 多辛苦 所以慢慢慢慢 其实我们就会在路边 看到的越来越少 就大家宁愿去选择到 一个能够比较安心 营业的 这个合法的一个场域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也希望 不要在路边营业 不太好 因为你会 可能占用到路边 那个停车阁或是红线 去影响新人的安全 那你还不如跟着 协会一起来努力 我们到哪里 的活动 那你就 因为那一定是 人多的地方 有人草的地方 是也确实 那否则的话 警察开一张单 可能一天都白赚了 那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车子你是真的可以 这样任意的去改装吗 因为其实 我们都有一个 交通道路交通管理的条例 它如果就是你任意改装的话 它是会处罚的不是吗 是啊 所以在今年的年初 那我们就是有跟 我们的这个交通管理单位 就是交通部那边 有开了几场就是公厅会 就针对这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这个 日本这种东西 很早就有了 欧美也很风行 那我们台湾的法规 你比他们还严谨吗 应该不是吗 可能就是 这个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但是问题既然来了 这种 因为景气不好 这种车子现在大量 抑制出来 民间有这个需求 对民间的需求 你要符合人民的需求 对不对 然后后来他们同意 就是放宽检验的标准 然后在这个 交通安全管理条例里面 有增设一个 例如说胖卡整个附件 它就是列为附件 整个套件列为附件 所以它是可以改装的 你只要按照它的 所有的规范 去进行改装的话 其实是OK的 所以它一定是挂一个 什么营业用的车牌 是不是 现在没有硬性规定 是营业用的车牌 只是说你改装要安全 你这个安装是不是牢靠 然后你改装的图示 然后你那个 例如说车头不能超长 超宽 就符合它的安全的标准 就可以了 是 不过有时候还是觉得 有点可怕 就是说如果在这个 大热天的时候你看到一个胖卡 那上面又载着瓦斯 然后这样子爬爬灶 因为你要煮东西嘛 那这样子还是会觉得 会让我们这种 不是在经营胖卡的 一般的小老百姓看的 也还是会觉得 有点担心 其实我们出去营业 我们尽量是要求他们供电 是 例如说这个很多活动单位 他们会提供就是非常强力的电 一定够你使用 用发电机 然后我们所有的就是不明火 不要有明火 然后就是用电热的方式 来去烹调那些食物 其实这样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我听起来 其实像现在 这个总经理呢 已经从原先是一个单纯的业者 现在已经是希望能够 大家团结力量大 用一个协会的一个 比较有整体性的一个组织 然后呢 带动这整个胖卡的商机 所以等一下回来 我们的这个 亚洲最前线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继续来请教大家 工总经理 那么接下来要如何 如果你有意要同事这一行的话 你可能可以如何 透过这个协会的协助 来赚商机 我们等一下 欢迎回到亚洲最前线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这个胖卡商机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出现这个胖卡的 我想在刚才 我们的上一段节目当中呢 有先让观众朋友 来看一则报导 其实呢 这个是从2008年 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座的 这个工总经理 你那时候 自己 自己完成 对不对 自己DIY打造出来的 是啊 是 好厉害 你自己做胖卡 我自己做法 你懂车是不是 我懂车 因为我家族里面都是做 那个黑手业的 就是汽车维修业的吧 我爸爸有工厂 所以你从小就耳濡目染 耳濡目染 那后来我就是 因缘机会又到 电视台里面去上班了 对不对 电视台上班跟这有关吗 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想脱离黑手市场 我不想做黑手啊 对不对 我的人生不能一辈子做黑手 你在电视台的工作 可以让你有更多的创意 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 那我想说 我们一定要打扮了 人模人样的 去找一个 就是很好的环境去上班 就是在办公室上班 电视台 电视台 对不对 光鲜亮丽的 对 后来进去就是 林林总总 后来也 历经了再十年了吧 在电视台上班 传播圈啊 是 上班之后 我觉得 真的 说真的啦 做这个幕后工作人员 是 真的这个 不是人干的 很辛苦 没日没夜 对不对 薪水其实也不多 那看您做什么 你那时候是负责做什么样的 我做 那时候我做节目 然后也做经济 然后也做过业务 跟企划 都电视台相关 后来我到 你主要是在节目部那一块 对对对 后来我到购物台那边去 做业务 做业务主管 然后企划主管也待过 其实我历练很多了啦 因为我就是觉得 这个工作大概到一个程度了 然后我对另外一个领域 非常非常向往 非常有兴趣 我又跳了 不管那个时候 我已经坐到什么位置了 我毅然决然就跳了 那后来呢 到购物台 一段时间之后 我觉得 这种日子 觉得好像没有未来的感觉 为什么 应该要自己创业 对不对 我们领再多钱 还是薪水而已 你一直在为人叫卖 但是只能领死薪水 是啊 我们就可能就几万块薪水 然后业绩比较好 有发个奖金 但是没日没夜 可以当购物专家 购物专家 我自不在此 那我觉得说 我领这薪水 然后上班时间那么长 我跟麦当劳的 那个购物专家比起来 应该也差不多吧 我觉得其实现在 实际上很多台湾年轻人 也是这种想法 是啊 对不对 对啊 就觉得就领一点 一点点的薪水 然后生活的成本又太高 尤其如果是在台北市的话 对对对 所以会觉得 还不如自己闯一闯 创业看看 对对对 我就想说 不行 我看我们这个 我们的老板 好像都赚很多钱 是 我也要当老板 对不对 我要自己去外面创业 是 因为那时候我们 在电视台工作 就有机会 例如说 整理一些影片 我看日本NHK的电视台 里面好可爱的车子 我好喜欢 单纯就是我好喜欢而已 所以胖卡是从日本来的吗 对对对 好可爱 那那段时间 我就 辞掉电视台的工作 是 那好玩嘛 我对各种东西 就充满好奇 好玩 然后我就进了一套套件进来 然后按照 但台湾的车型 跟日本又不一样 对 那我们就敲敲打打去弄出 专属台湾的版型 就是现在看到的 胖卡的版型 哦 本来是自己开着好玩的 有一段时间 就当交通车嘛 是 那因为我们在电视台 这个朋友很多嘛 有些记者 好可爱啊 我帮你做一篇报导 这样子开始慢慢有知名度 是 那后来是 开始营业是因为 有一波金融海啸 是 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工程师啊 是 之前花了很多钱 我要送给我女朋友的 景气正好的时候 对 施滑若士奇的水钻 当水晶灯 然后这个百万的音响 沙发 有没有 就很lounge的那种感觉 有没有 lounge bar 然后放红酒的地方 我非常讲究 就找你们来改装 改装成那个样子 因为它只是 梦幻艺品 是 就好玩嘛 当然 品味嘛 是 他说我女朋友生日 我要送给她 当生日语物 是 然后呢 金融海啸那一波 他又来找我 我说 你这波车 怎么会开 你不是送你女朋友 没有啊 女朋友跑了啊 收入也有一顿没一顿 因为他放无薪假 对不对 实在是没有多利的钱 老板你可以帮我 这个百万影响 帮我变卖掉 然后里面帮我稍微整理一下 有没有 我说你要做什么 他说 这些东西我都不要了 那你要干嘛 我想要卖蜂蜜蜜蜜蜜 蜜蜜蜜蜜蜜 你会吗 这个科技业 电子业跟蜜蜜蜜蜜 这是两个 不同的 不同的境界啊 对 他说 因为他工程师嘛 我告诉你 网路上Google就有了 那个食谱 我说 Google的东西 跟你煮出来的东西 火猴 Google上面告诉你 你火猴是要几分 你抓得出来吗 抓不出来 后来我就说 好没关系 我认识一个老师 是 你去上课 我就带你去那边上课 好了之后 然后你来营业 营业 然后我们就把 他用同样的这车啊 同样的这个车 然后把它改装成 可以像类似营业的样子 有没有 然后他去 他去试试看 好像还不错 是 我就觉得 哦 他这个 好像这一步是可以通的哦 是 我自己弄了一台 很可爱的 是 然后呢 其实我卖的是关东族啦 就你自己也 你是自己更早改装的吗 我是更早改装的啦 对 因为他是看我那个样子 可以营业 对不对 他就觉得 那我是不是可以 因为是遇到他之后 才整个慢慢推广出去 哦 是 反正我是一步 一步 卖关东族的时候 然后弄得很可爱 然后里面就是灯光啦 嗯哼哼 然后里面的这个美学很重要 是 然后营业的人 请个辣妹穿那个日本服装 有没有很有东阳风 你完全把以前过去在电视台学到的那一些经验都运用上来 就放在那台车上 又懂灯光 又知道美女的行销 对就因为效果很好 是 那个工程师看到这部车 他说 对不对 景气不好 我就把我车子弄得像你一样 他把你视为标杆了 是 那你怎么会想到去卖关东煮呢 没有 其实那时候观念就很简单啦 嗯 就是冬天要卖什么 哦 就单纯是冬天要卖什么 是是 天冷商机 关东煮最好 是 灯光好 气氛佳 服务的正妹漂亮 是 对不对 然后你一煮的时候 那个水蒸气缓缓上升 是是 哦那个感觉好温暖 好温暖 对不对 看了胃都软了 对 昏黄的灯光 对对对对 然后又冒着烟 这个感觉就很棒 其实那时候我们卖的是气氛 一种情境 哦 一种feel 是 然后生意很好 客人排队的很多 哦 是 然后就这样慢慢开始 诶 开始胖卡变成可以做生意 是 是从这里开始的 然后现在开始大家卖的东西 就是五花八门了 就五花八门了 是 大家各显神通了 是 所以一般大家来讲 就是说 其实如果你是用胖卡在卖吃的 嗯 其实是不是一般我们民众的接受度 相对都会比较高 其实呢 我看很多的业者在卖 卖的东西人家买的 但是我觉得卖吃的 还是应该是胖卡的主要的项目 因为他 我看过卖包包的 卖衣服的 对对有耶 你车子好漂亮 我来看看你的车子 是 第一个我们的胖卡已经把客人吸引过来 对 对不对 然后我看一看 哇包包一千三千五千 他不见得掏得下去 嗯嗯嗯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换一个标的 是 我里面卖的是 例如说鸡蛋糕 哇你的胖卡好可爱 对 然后他来看看 哎鸡蛋糕 三十块五十块 对 他就掏钱了 是 我觉得卖吃的 他的成功率是最高的 是 那现在我们如果说真的有意 也希望能够透过用胖卡的方式来创业的话 那你们有所谓的这个胖卡协会嘛 对 那这个协会怎么运作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善用这个组织 呃 例如说你有这种行动餐车 那我们是希望他就是胖卡很开的那种车子 那我如果是从零开始怎么办 从零开始 那可能我们会找我们的顾问去帮你稍微协助一下 对 怎么样 我要找个改装车 从改装开始 对 就是我熟悉的这个修车厂介绍的这种改装可不可以 还是说其实改装胖卡有他一定的门道 最好要找专业能够改胖卡 其实改装胖卡有他一定的门道 例如说他整个套件 对对 那个我是有专利的 我应该是全台湾就是唯一 我有七张专利 就是这方面的改装的套件 所以变成你一定要找我 然后我会请这个福老师帮你规划一下 你想卖什么 你住哪里 你的营业模式是什么东西 是 或是你开始营业之后 你整个动线的规划 这是一套很专门的学问 那一定要成为你们的会员吗 有没有这样组织 你不一定要成为我们的会员 但是你如果是成为我们的会员的话 你的成功的机率会最大 是他还是就是他其实是有所谓的这个在传承的这个经验 对对对对 因为里面其实我们里面一些辅导的老师 其实就是老车友 他做了很久好几年了 是 什么场合应该出什么餐 速度要多快 成本控管 你不能备太多料 你的料备到什么程度 他们是经验老到 所以由他们来教授这些新进来的车友 是 那个成效是最好的 你说的这个差别我们不太懂 这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让我们大概比方说你是卖关东煮的差别 跟卖松饼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如果是卖关东煮的 其实他的差别就是说 我今天去营业 我如果带很多东西食材丢下去之后 对不对 丢下去之后 然后我今天看错了 今天人其实很少的 我那一锅就要倒了 是 你要学会看说 我今天是不是 这个来客 我预估会多少 对 我要很安全的控制在那边 是 例如说我控制就是三百份 我就安全的控制在三百份 你就不要倒六百份下去 是 因为变成说 你今天营业的东西 会变成损料 损料会吃掉你的成本 是 所以这有很高深的学问 那松饼其实还好啦 我客人来你就是一份 很单纯 就是面糊 对 多条点 客人来我就是一份 面糊 但是会差在哪里 关东组客人一多的时候 有没有 很快五十块去 五十块去 五十块去 速度很快 但是呢 松饼呢 一份 不好意思 周祖伯伯 你要等五分钟 是 那要看客人 愿不愿意等了 看他愿不愿意 会有差 其实各种营业的 它的品项会有差 营业的操作方式会有差 所以我们希望 有老鸟来 传承这个经验 对 来负起传承的责任 是是是 所以这里面真的有 还很多门道跟学问 而这些都是 其实透过你们过去的一些经验 所累积出来的 对对对 那 我觉得其实可能 还牵涉到什么 还牵涉到就是说 要不怕吃苦 因为其实你在这个胖卡 这个赚钱的话 你其实在外面 可能天气慢慢变冷了 你能不能受得了这个天气 那或者是说 可能也要跟个性有点关系 像总经理好像就还蛮适合的 因为你跟客人 是不是都是直接的 第一线的在互动 我觉得你在营业 你的态度很重要 是 你去营业的时候 你把你的态度放轻松 例如说我今天出来 我就是一边工作一边玩乐 心情放轻松的时候 客人他能够感受到你的态度 是 我今天就很悠哉悠哉 你跟每个客人 都可以亲切的打招呼 是 就是 你如果想要做这个生意 你有办法跟客人 很亲切的打招呼 有人可以 有人不行 是 就有差了 亲切打招呼之后 然后 我可以介绍我的东西给你吃 有没有 然后就是让你来掏钱 买我的食材 是 对不对 从这个 开始打招呼 到让他掏钱 这个阶段 这也是很有学问的 的确 对 像我遇到一个例子 就是说他之前是工程师 很少跟外面的人碰面 那不行 那他可能还要再学习 还要一段时间 然后呢 他卖什么 他卖爆米花 一个案例 他卖爆米花 有一天营业的时候 我就很好奇去看 你的爆米花很好吃 为什么你卖不好 有没有 他们把这个车子 到了固定点之后 然后门打开 开始做生意 他们就躲到后面去了 然后如果有客人经过 除非自己客人经过探头说 老板这一份多少钱 他才告诉你五十块 所以你要主动出击 对 那我就跟他说 你拿一盆来 有人经过 有没有 小姐试吃 试吃 妹妹试吃 好不好吃 巧克力的好吃 对不对 五十块 是 是 这个就有差别 方法就有差别 是 今天非常谢谢公总经理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我们分享了 这个胖卡的商机 那么等一下 广告之后回来 在今天我们要看看 问来皇室出了一个 自己创业 很有头脑的公主 她也是自己当起的老板 等会儿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来看看富有的 问来皇室出了一位 自己创业 很有生意头脑的公主 那么这位公主啊 埋着家人 以台币一万五千元 在网路创业 现在靠着网拍手工 饰品在全球打响了名号 不管是伦敦摄政学院的时尚秀 还是问来女星参加电影首映会 她们选择佩戴的首饰 通通来自二十六岁的 问来珠宝设计师 由斯琳娜亲手制作 你好 欢迎来自二十六岁的家 走进尤斯琳娜的住家兼工作室 箱上黄金丝线的地毯 还有贴满金箔的家具 怎么看都不像是普通民众主家 尤其是这一整排照片 更透露出尤斯琳娜不凡的身世 尤斯琳娜的母亲就是问来皇室的诺兰公主 她也是现任问来苏丹的姐妹 所以尤斯琳娜的另一个身份 自然就是问来公主了 我的天 不过她不像其他皇室成员一样 进入国营企业低调上班 反而选择在网路上 用七百块问来币 打造自己的设计品牌 我没有帮助我的妈妈 我没有使用我的背景 基本上 我从自己开始了 其实我妈妈还没有知道 到几个月后 商学院毕业的尤斯琳娜 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业理想 她选择在网路上创造新品牌 饰品风格走现代 和闪亮宝石的华丽混搭 价钱却相当清明 最贵的饰品不到台币一千五百块 果然在短短两年内 就靠社群网路的传播效应 拥有超过五千名的忠实顾客 公主谦虚地说 她的手工艺技巧 是从网路上自学 但是在皇室成长 所培养出的品味 加上敏锐的生意头脑 尤斯琳娜一天 最多可以卖出 二十五到四十项商品 对温莱公主来说 做网拍的另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暂时抛下 皇室沉重的体制 做自己的主人 我想要成为主人 我想要成为主人 我认为要拥有很大的危险 要拥有自己的业务 而不拥有政府 你避免赏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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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 由于尤斯琳娜在网路上尽可能匿名低调 很多消费者吃到公主家取货时 才发现自己来到了皇宫区 更恍然大悟 尤斯琳娜并非一般设计师 而是出身贵族的设计师 这一层传奇包装 也让尤斯琳娜首作的视频 背后象征的意义 远胜贾格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亚洲最前线 我是周玉琴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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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